有這個行業存在就是因為存在了危險 所以才有我們的行業存在 唯有用我們的膽量、技巧、運氣去克服 黃偉堂從小澤武說得出的拳法都學過 21歲的時候 她的五關斬木匠加入了邵氏 在幾個大導演坐園 將次劉家良身上學到不少電影知識 學的東西是最多的 因為那個行業活躍的人流多 以及以前所謂的龍虎舞師 真是個個都一代宗師 個個都是可能開著武館 本身在做教頭或者做一些 其實個個都是獨當一門的高手 變成我們那時候 那個年紀是比較好學活躍 什麼都學一些 我覺得在那個時間吸收的知識是最多的 尤其是電影知識 人際關係知識 那時候是學得最多的 掌手爛腳或者扭傷那些 但是在我們武行的世界 我們武師行業來說 這些根本是不值一提 因為為什麼 你揹得起武字 你就要承擔這個風險 但是真的受傷 我就試過 這個手腕 就斷 又不算斷 就是裂 就是拍省港奇兵的第一集 比較大的受傷 就是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平時都比較小心 其實這個都是我自己做得不好 我做完之後 我回想一下 其實我看一條片 我再做一次都不會受傷 雖然危險程度有 因為我們那時候可能 年紀後生 那個衝勁都很 尤其是以前做武行 那個武師的氣氛 真是可以用勇敢兩個字來形容 前線都是走先死先站兩邊 但是隨著年紀各方面 沒有人要接受這件事 當你有些事情 可能年紀做得到 到年紀大 能力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你就會去一去 是不是可以轉眼型 做一些 沒有那麼 動作 那麼危險 或者那麼 有些年輕可以做的事 有時就和一些導演 聊聊 可不可以給一些機會 學一下做戲 那麼 那TVB是不錯的 只要你肯做 那些導演就沒什麼所謂 只要你肯做就行了 那我又沒什麼所謂 你覺得我適合做 我又不論多少 一集又做 就算一個鏡頭我也做 那沒什麼所謂的 黃偉堂轉做龍虎舞師後 陳做過謝賢和張國榮等人的替身 他更是香港影視界為數不多 持有孩子要製作火焰效果的 特別效果技術員 煙火特別效果 他有分級數的 有分A組 B組 就一級 二級 三級 那我就A組 特別效果的一級牌 但是我都有一個盲點 就是 不牽涉到軍火 不牽涉到火藥 應該不會太多 我想有十多個吧 如果正式 現在還在行業做的 我想都不超過十個 很多都沒有做 難忘一點 當然當然是烈火 烈火紅心 我們好像拍了三集 但當時烈火紅心 那三集 那個臉叉全不是我的 是另一個持有爆炸牌照的同事 但我們是比較難忘的 因為尤其是烈火一 是特別辛苦的 因為 可能大家對那套劇的要求 第一次拍這麼大場面的火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當年都借一些荒廢的公屋 好像葵兄或葵方那些公屋 哇 已經 電梯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了 但我們又去到十幾樓 又要將一些石油器 托上去 那些工具 也只是抬工具上去 你都是一種淒涼的事 尤其是那時候 拍到火的場面 我想你現在看看 如果火的場面 沒有人能夠給到 當年的烈火紅心 真的 那個煙火場面是很厲害的 香港 如果現在 尤其是我們TV拍攝 一定是很安全的 為什麼呢 我們是受到嚴密的法律監管處 因為我們在香港 還有我們在行業裡 這麼多年的經驗 如果我要一個演員在火場裡 我先要開了火 我自己站在那裡感受一下溫度 我能否接受得到 如果我都覺得熱的話 就算我接受得到 我都要評估 因為演員和我 大家的感覺不同 在安全問題上是不能談的 因為我們幾十年的經驗 告訴我們 我們一開工 一開工 就和危險打架 和我們必須贏 不能輸 這樣我們才可以生存 拍戲而已 不需要取名 我們也是拿著這個宗旨 黃偉堂是無線的羽肉惡人 也經常被派演強姦犯角色 他曾經在無線劇集大躍坊 和時裝劇巨輪飾演強姦犯 日晚年間高海寧和石天欣 網民笑話是穿越強姦 為何監製這麼喜歡 找我們做這些 無可否認 我可能自己養衰 但沒辦法 人家覺得我做 我反而不介意 如果我做了出來 而人家沒有聲沒有氣 不提 反而你覺得好像白做 只是賺份人工 人家反而會拿出來說 我覺得我沒有白做 只是我做了 人家都覺得是 這個對我們來說 未必是一件壞事 至於怎樣去拿捏 當然我們有一條很清楚的界線 我留下街坊 街市那些 看到我都 都完全沒有理所說的感覺 他們當我是好人 可能我現實真 都算好人吧 我經常去街市都不會去哪 有時都買菜搭蔥 都OK 我也覺得沒所謂 尤其現在香港觀眾的水準很高 不是每天都在爭取 有時會見哪些東西 有時會見哪些東西